家庭养花种菜,逃利不建议拿来垫底 为什么?好处一点点,坏处一大堆 养花的坑,我来踩 让大家养花种菜,少走弯路 Hello,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将 今天我要聊的这个东西是在五年前发生的事情 其实五六年前,我在楼顶刚刚开始养花 那时候养花上网找资料 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资料 结果无意中让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垫在花盆底下,非常的疏松透气 那个博主还告诉我说 只要用着这个东西,不需要再担心土阳板结 硬邦邦,水过不出去,植物烂根,闷根的问题 刚好那时候我家的五花果出现了少量的闷根 因为刚开始养花都是用原土种植 我在那里想要不要搞一点 结果刚好去花会市场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么一大包才十块钱 整整一麻袋,十块钱买一袋 我就心动了 一下子买了八包回来 在家里的花盆里面,每个花盆都放上了一些 结果五年后的今天,我是常吃尽的苦头 这东西在花盆里面,一点好处都没有 当然有一点好处了,其他都是坏处 熬粒这个东西就是拿泥土来烧出来的 这个东西其实在烧制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烟跟雾 然后会影响到整个环境,污染整个空气 所以现在政府部门国家已经慢慢的禁止这个东西的烧制了 但是除了环保的问题,其实更多的问题是今天早上 我觉得一定要拍这个视频的原因 你看今天早上我处理我家的一箱旧土 这箱旧土是前两年弄完之后就丢在那里 一直没有处理 我在处理上半部分的时候还稍微的好一点 上半部分的土壤还比较疏松 但是当我一铲子弄到下面去的时候 要把它一挖上来 你看,我去,全部都是这种桃粒 如果往边缘一翘 你看,硬斑斑的下面 边缘一翘,全部都是这个桃粒 你看,那现在我唯一办法就是一粒一粒的慢慢剪 大颗粒的像泡沫或者这种大桃球还稍微的好一点 但是像这种小颗粒的 我只能一粒一粒像剪豆纸一样把它剪出来 我告诉大家,像这样子一一桶 今天早上我已经剪了起码三桶出来 而实际操作的土壤也就这么一堆了 太麻烦了 除了处理旧土的时候比较麻烦之外 其实桃粒还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平时尤其是夏天 我们养花浇水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浇完水之后没过多久 那个植物又缺水了 然后我们在那里只能不断地给植物再浇水 您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吗 如果你的跨盆底下用这种桃粒的 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水直接在桃粒的边缘 直接跑掉了 这个东西里面的密度还是挺厉害的 大部分的水喷是从这里跑掉了 商家告诉我说这个东西能保水 但问题是这个东西的压根是吸不了多少水 甚至我把它泡在水里面 因为这个东西会浮起来要压下去 泡在一段很长时间的东西里面的吸水能力还不足1比0.5 也就是说它还不能吸收它自己本身重量的0.5倍 老实跟大家说我宁愿用泡沫了 这个还轻一点 这个东西虽然它轻一点了 但是植物的根系会长到里面去 你看这个须根会长到里面去 在这个桃粒呢 植物是完全不喜欢的 我这个泡沫箱里面之前种的一些比较容易养的蔬菜 我就压根弄不懂为什么它养得那么差那么糟糕 今天早上把这个花盆打开之后 我才确定为什么我这盆植物呢养得差 就是因为这个桃粒大量的在这个花盆底 由于当时几年前配土的时候也没多想 直接把这个桃粒铺在花下面一层 以为就完事了 事实上只会让你后面的养花越养越糟糕 我曾经就有一盆花 叶子在哐啦哐啦的往下掉 老是触碰黄叶 好不容易长出一些嫩叶出来的 没几天又开始黄了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桃粒造成的 尤其是你养的一些比较喜欢酸性环境的植物 那么您会发现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厉害 因为这个桃粒本身呈现一个碱性 那植物的根根不想往里面去长 最终就导致您家的植物长期的喝不到水 而且处于一种恶劣的环境之下呢 出现黄叶烂根 甚至最后跟我跟你说拜拜了 啊不能用桃粒 我们花盆底用什么呢 有朋友可能会说 我之前介绍大家用泡沫 其实泡沫也是可以的 当然呢泡沫呢很多朋友不喜欢 觉得这个是长时间的使用的有毒 当然呢我在家养花 我用了这个都很好多年了 其实这么大颗粒的放在花盆里面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养花是一种小花盆 你不可能都是这么大颗粒的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两种操作方法 第一种我们就选择一些金款的盆 像这种盆它的绿水能力非常好 你看本身侧面是有孔的 你看这些地方都有孔的 能为我们的植物根系更好的水分去疏散出来 我们都知道了花盆里面的土壤的 见干见湿是最好的 像这种一代的加伦盆就不好搞了 你看它的排水只有下面一点点孔 跟这个对比是没法比的是不是 这是第二种呢就是用这种 这种呢叫空跟器 空跟器再往上买也不贵 一米呢也就几块钱左右 把它剪成一个圆形 像这种加伦盆就把它剪成一个圆形 直接放在花盆底下 这些空跟器上面呢有很多孔 看到没有 这些孔呢一定要往上 你会发现呢有了它下面这些位置呢就变成蓄水 土蓄空隙以及水分的地方 而土壤呢也不会钻到这里去 一般情况一两年之类的都不需要换盆换土 有了它你整个花盆里面呢就不容易出现 闷根烂根的问题 也能减少很多问题 像这样的一个空坑器呢 用上十年八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家看这就是这几年 我总结的一个垫在花盆里面用的东西 刚开始我仰化用这个桃力 后来呢慢慢呢我就用这个泡沫 这两年呢我开始呢就用这个垫底的 这一档案最好呢就是直接买这种二代的加轮盆 这种透水透析性非常的棒 现在呢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跳出来说 这个像这种桃力也只有我这么傻去用的 事实上我刚开始养花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踩过的坑 我不希望我的朋友们我的家人们也踩这种坑 如果你在家刚刚开始学养花 碰到了这个事情这个桃力 记住千万不要选择它放在花盆底下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那这种桃力是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呢 也不是的把它撒在花盆表面 倒是一个不错的铺盆面的材料 既能隔绝杂草也能一定程度上去取到一个防虫的作用 当然了好处跟坏处自己判断 好了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发酱 韩萨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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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